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我们平时吃的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 北方人应该就是天天吃的是馒头吧 那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 大家知道吗 实际上从最初的原料到最终的成品 馒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制作过程 那么就来说一下 那么就从原料来说起了 这个馒头的原料呢是小麦粉 而小麦粉是小麦研制而成的 农民伯伯呢在试一个季节 就在田地里拨下 小麦的种子 这边的话我记得小麦一般都是 秋天播种 然后播种以后 什么就发芽了长起来 长起来以后有点像 看着像锦菜 到次年的夏天 这个小麦就会长出麦穗来 这个时候刚长出来的麦穗是绿色 这个时候就是里面的麦粒啊 还是很嫩 一捏的话这个麦穗就破了 然后里面会流出白色的液体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没有干掉的面粉 然后经过夏天的暴晒以后呢 尤其是就是夏天的阳光特别的毒嘛 就是晒过以后 这些里面的汁水就会消失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我们夏天的那种金黄的麦穗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麦穗戳开了出去麦盲 你就会看到里面的就是麦粒了 到麦粒砸破以后里面就会出现白色的面粉 现在一般都是用收割机啊 古代的话是用镰刀把小麦收起来 收起来以后就放到某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 把那些麦粒全部打出来 现在一般都是机器很简单的 我们最终就得到了小麦粒 然后把这些小麦粒呢 送到磨坊啊什么的地方 然后一磨就变成了麵粉 然后或许再经过某一些的加工 就变成就变成我们每天做馒头用的那种麦粉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麦粉和上水 然后再加入一些酵母之类的 等它发酵 发酵完成以后再放到锅里 那么一蒸就会得到我们最终的馒头了 那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建议的话欢迎来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见